到达投资手机 A股继续下跌 后市大概率能平稳些 炒股就看 权威 专业 即使 全面 祝您挖掘潜力主题机会 又是惨兮兮的一天 达哥也只能逛逛论坛 跟大家一起抱团群满了 看到一位网友留言改编的歌词 不自觉轰了起来 想跟朋友们分享一下 你说你尝尽了大盘的苦 找不到可以相信的股 你说你感到万分沮丧 甚至开始怀疑人生 早知道下跌总是难免的 你又何苦一往情深 因为被套总是难舍难分 何必在意那一点点下跌 要知道下跌总是难免的 在每一个梦醒时分 有些是你现在不必问 有些股你永远不必等 行情不好 很多股民变成了诗人 画家 歌手 好在 大家都没有被这熬人的行情击倒 仍然保持着落众意情怀 这应该就是未来股市上涨最大的底气 昨天的市场 大家也看到了 可能比周二更甚 超过4300只个股下跌 白股跌停或跌幅超10% 很明显 对于持股过节还是持币过节 答案已经出来了 大部分人选择持币过节 就连北向资金也不例外 一般来说 年前或重大节日前倒数第二个交易日 都是做空情绪挥发的一个极致点 这也是达哥劝想抄底的朋友 尽量选择下午的原因 不过也好 昨天想走的资金都走了 今天抛压会小很多 市场大概率能平稳些 达哥做过一个每日A股涨跌加速统计 当天市场上涨个股超过3200加的时候 是情绪的高点 次日市场下跌的概率很大 当天市场上涨个股仅有400加的时候 是情绪的冰点 次日市场反弹的概率很大 说这个统计数据 不是告诉大家去抄底的意思 更多是安慰一下大家的情绪 按照指数目前的走势 只能说是有短期反弹的需求存在 至于说市场是否中期见底 目前还看不到 加上有春节假期的因素 可能很多朋友已经提前过节了 有消息解读昨天的市场下跌 和美联储宣布的即将加息有关 当然算是理由 不过还是有些勉强 说到底还是市场信心不足 尽管有不少看多的声音 但有些是看多不做多 很多个股稍有反弹 随即就下跌 这种负反馈显然对情绪转好不利 为了重塑信心 很多基金公司发布了自购公告 继1月26日中欧基金 华安基金启动大额自购后 1月27日 一方达广发基金 富国基金 加时基金 南方基金等大型基金公司 陆续发布公告 将进行自购 并且长期持有旗下权益公务基金 两日内 基金公司宣布的自购金额 已超过4.4亿元 基金经理A股赚钱 A股花 当然是好事 这让达哥想起了2015年年中 及2020年3月市场剧烈波动时 出现的基金公司购买自家产品的现象 从历史数据来看 基金公司开启自购的时候 市场往往接近底部 注意 这里只是说接近底部 并没有说市场会见底 底部只有一个 我们很难买到绝对的底部 市场该怎么见底 达哥还是希望朋友们能趁年前还有几天时间 总结一下以往A股见底时指数的几种情况 做好应对策略 按达哥对历史走势的总结 指数短期想继续大跌估计比较难 要么直接拉上去 要么就是横盘窄幅震荡一周左右在下谈 低点才会出来 无论是哪种走势 市场都会给予我们确定性较高的右侧交易机会 基金的资金量大 无所谓左侧与右侧交易 对于我们普通投资者 在行情不确定的时候 如果不是外基金 最好选择右侧确定性高的交易 不要猜底与频频补仓 达哥知道 现在谈指数见底的模式可能会被喷 但我眼中观察的市场情况 还是想分享给朋友们经历过2015年股市三波下跌的朋友 最近这样的行情又算得了什么呢 只要我们严格控制好仓位 有足够的应对资金 那么这样一轮杀跌下来 未尝不是一次机会 资本市场是一场马阿松比赛 是一场持久战 不要太过关注眼前的得失 而应该把目光放长远一点 这样就不会为近期持续下挫 而乱了我们过节的心情 根据国家有关部门的最新规定 本手即不涉及任何操作建议 入市风险自担